新一乡农会送来清美 工人们立即进行清洗 然后送进砖用设备进行烘干 在七天六夜的烘焙过程中 因为考虑干燥度 所以还要经过挑选 虽然耗费人力 却也照旧在地民众就业机会 朋友介绍 然后原本就是在做代工 朋友介绍在这边做梅子 然后就是 也因为有这个梅子的工作 所以有多一份收入 新一乡农会表示 往年再烘焙乌梅的数量 大约维持在一万公斤左右 今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不过考量梅农的经济收入 同时也能间接帮助 龙眼林不利协会 所以今年特别把数量 增加到两万公斤 借此协助他们纾困 乌梅是必须经过一个 长时间的一些熟成 它才会产生一些 比较独特的香味 所以在适当的条件之下 我们会储存的多一点 然后照顾我们的梅农以外 甚至就是说 因为透过这个农产行 它也决定给这个福利协会 能够让他们的运作 能够比较顺利正常 加工之后 除了工资后 加茶几次 所有的营业 都投入给龙眼林 福利协会 做公益 已经上出 那中间两百十几万粒的便当 这样 也可以做好 我们中央方法 很多需要照顾的楼 受气候影响 去年包含青梅农野和荔枝 收成锐检 所以龙眼林农产行的代工都喊停 现远赛民选希望今年各项农产 能够友好收成 才会有更多经费 资助龙眼林福利协会来服务在地长辈 这边要感谢我们新一乡農会 为了照顾我们的美农 还有我们中央方 龙眼林福利协会 特地将往年 我们代工烘焙 屋梅的数量 从一万公斤 然后加倍到了两万公斤 我们协会也会扣除掉 相关的支出的成本 淫于全部让 当作我们的老人 送餐的服务的一个经费 因为我们中央香去年龙眼 立志收成也不好 所以我们的经费代工也比较少 希望今年的收成可以好一点 有更多的经费 来资助我们的龙眼林福利协会 来照顾我们更多 我们偏向的一些 独居的一个长者 龙眼林福利协会 过去仰赖当地农特产行 烘焙贩售龙眼干 指引老人送餐经费 但龙眼立志去年欠收 收益挂领 今年又因为疫情 送餐量增加 涉幅运作现困境 新义乡农会得知后 委托轰制五美 这才占解断水危机 记者洪一伦中聊采访报导